在疫情下,经营餐饮行业可能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投资 有大学生就选以特许经营方式逆市创业 王浩然和他们聊过 读大学的Ben擔心就业市场前景 还未毕业就和伙伴开了自己的外卖店 第一次创业,资金主要来自家人和朋友支持 他们选择以特许经营方式经营 我觉得游宁创立一个品牌的话 成本一定会比较大 因为可能是无人知晓的 所以我们选择一间 在台湾已经有五到六间分店的店铺 选择香港加盟 一来的成本支出没那么多 还有装修设计甚至餐单 我们都不用游宁开始去摸索 他说,加盟店给了他们很多空间 设计一些迎合香港人口味的款式 据香港特许经营权协会估计 在香港的特许经营项目里面 按行业划分有大约四成三是从事餐饮业 零售业就有两成 有协助找品牌的中介公司表示 特许经营模式可以缩短回本期 中介说,除了创业人士之外 亦都有本身有正职的投资者 被特许经营较多元化的特性和回报率吸引 视加盟为额外投资选择 他又说,随着创业人士更加了解特许经营这种创业模式 特许经营市场自2018年开始有扩张趋势 与其未来加盟行业在创业市场的市占比会持续上升 NOWTV记者,王浩然波浪